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下生死沙灘排球的合作新角色 有兩個 一個是Tamaki跟Luna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Tamaki Tamaki基本上對標的就是胡德 因為都是戰群 戰群大部分都是防空智慧比較高 那胡德耐久是稍微比他高一些 不過在幸運方面 生死沙灘排球的幸運基本上是取之於他們的屯尾 所以屯尾是比胡德還要高很多的 那這樣子看起來 綜合生存能力其實是不輸我們的胡德 那火力是完全是碾壓胡德的 雖然說主砲效率稍微少一點點 不過後面有技能做補陣 然後他還可以使用輕巡砲 戰巡或使用輕巡砲 對於製暴劍的清理 抓獄的清理其實比較好的 那區主砲我們都知道 在後面戰巡或戰艦使用 基本上是很難發揮這個效果的 好 首先技能1分4個部分 第1個部分跟天神一樣會降刺打擊 像對方的活力雷狀 第2個部分 就是上我方這個合作角色 會有上盾的效果 每16秒 那3%的最大值 剛剛看一下大概有8400多血 所以可以上到250盾 不過這個是隨機兩名合作角色 那所以有可能會上到後排 當然上到前排會比較好 但是上到後排基本上沒太多的意義 那第3個部分是增加自己的副砲射程80 提早去做直爆劍的反應 或是說還可以輕輕到中的雜魚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自身副砲攻擊的時候 會隨機降速 這個隨機降速也不是 是優先人型降速 好3秒這個40%降速 不過CD是8秒 這個大概到時候 你還可以打打人型怪 做人型怪有效的這個命中 不過不要期待他去打王 因為打王基本上 你要碰這個副砲出擊 然後降速的效果 基本上是不太好去調速的 所以到時候可以用就好了 好在2技能呢 2技能會因為這個專武而受到影響 好所以我們直接看專武效果比較快 主要呢是這個主砲的這個效率增加10% 好另外自強化火力命中又增加10% 第三個部分就是主砲攻擊100%發動這個彈幕 好第四個就是 副砲攻擊的第一回會發送這個特殊彈幕 那這個特殊彈幕呢 他擊中敵人的時候會使對方破甲 那破甲的效果就是增加火力的這個傷害 當然這個特殊彈幕 他確實算是一個操縱彈的其實 跨射然後是隨機敵人 他不是專一敵人 那他是有一定的這個破壞範圍 他不像操縱彈這麼細 他是有個AOE範圍 所以算是輕雜魚或是打打人形怪 還不錯 好那這個效率呢 819819 好取名為排球 所以對各個裝甲的這個效果都蠻不錯 如果你要硬硬要成的話大概就是18 大概有180的這個效率 好乘以8克其實就是一般的這個主砲效率 然後對所有裝甲的傷害都是有補正的 所以打到裝青雜魚算是很好用的一個效果 好再來看一下他裝備 裝備的部分呢他的專武技能上提供了這個活力跟命中 然後呢他還有這30秒前會有20%減傷 所以他基本坦度很高 30秒之後呢會提高這個所有這個合作角色對控制15% 所以顧名思義他存在的話 所有這個30格鬥的合作角色對控制都會有所幫助 很適合去打10個13張 那他的武器方面呢選用這個45炮 好最好用457嘛 如果你沒有的話可以用這個大體炮 好越快越好 因為他是靠彈幕在做輸出的 再來呢他的副炮本身就是可以用這個輕群炮 那對控基本上都是STHG有加命中 那命中很高了直接給他黑彈就好 一般我們會推薦黑白彈嘛 那基本命中已經有到就純粹堆這個火力 然後前面射出炮的話 可以增加這個第一輪發炮的這個輕火孔 基本上他的這個發炮其實就很完整 而且他不吃這個旗艦位 而且彈幕也是跨射好 隨機目標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瞭間系統 而且打到鐘方面什麼的都很不錯 好接著看一下Luna Luna是輕卡姆 所以對標是我們這個獨角獸改 看起來好像這個Luna在耐久啊 迴避啊 幸運屯圍這部分呢 是領先我們這個獨角獸改 不過獨角獸改呢 他是可以補後排 而且是有獄裝填的 所以看起來這兩個人的生存能力 應該算是差不了多少 而且戰鬥機效率方面呢 其實也是很好的 只不過是Luna少輸了一台這個 這個艦載機的一個數目 所以應該比較起來的話 其實他們兩個在生存方面 在輸出方面應該是打的有來有往 好一技能其實就是航空彈幕 這個航空彈幕打到敵人的時候呢 會使對方的這個防空值 對空值盪3% 也就是我們的航空傷害會增加2%的意思 然後呢Luna對這個敵人也會增加10%的傷害 所以2加10% 就大概我們Luna打到這個彈幕 追加的傷害呢 會有12%的這個追傷 那這個彈幕呢 他就是一個光速炮 軌道炮 衛星炮 打到敵人身上呢 會追蹤人形的這個敵人 他是149x10HIT的一個傷害 算是一個小AOE的這個範圍 所以一群敵人聚集在一起的話 其實可以有效去追加額外的航空傷害 好二技能 二技能會受到專武的影響 所以我們直接看專武就好 理論上呢 戰鬥開始會自強化這個航空值8% 好另外就是自身前兩回合的這個航空值 攻擊時間是半減 20秒變成10秒 那第三回合原本他第三回合的這個裝填 會增加50%的 不過裝了專武之後就消失了這個第三裝填 所以3456都是正常的裝填時間 也就是20秒20秒20秒 好所以就前兩回合10秒10秒這樣子打出去 所以在整體的道中體驗 尤其是短期這個輸出火力呢算是很不錯的一個體驗 好再來看一下裝備推薦 基本上他的專武就有給很多的這個航空跟命中 再來他會在30秒前增加自己的命中值 而後呢會有10%的減少 所以他的這個生存能力還有命中率都大幅的提升很多 然後呢戰鬥機方面呢我們可以使用這個鬆餅機 對空效率很好如果沒有的話你可以使用這個金海道 在攻擊機方面他有很多的這個攻擊機架式 所以你可以使用這個810或是縮雨 你要打單體也可以使用這個流星或是這個J587都OK 基本上道中選擇我會使用這個810啦或是金縮雨 因為其實整體輕雜雨能力甚至比較好的 那這個對空其實都無所謂 E3就是蠻標配的 然後設備上面都是油壓為主 基本上這個航母呢 輕航母呢基本上就是用來做這個雜雨打擊的 尤其是他前兩輪的這個半減時間 整體的這個道中輕雜雨的能力是相當好的 只不過他就是沒有起到其他的這個補血或輔助的效果 相對於這個尤尼康有獄裝填又有補血的效果 那LUNA算是在合作角色裡面 作為一個輔助輕雜雨能力的一個角色 好啦以上是這個TAMAKI跟LUNA的這個分析 如果你想要組這個合作隊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用三隻金皮做後排啦 那紫皮的部分理論上看起來是沒有上場的空間 那之後他們我會做一個專武 他們都獲得新專武嘛 獲得專武之後強化的一個基本分析 那現在就先分析這兩隻新角色 看起來是戰力比較好的 好以上是這次的分析介紹 那我是小朋友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